公里、英里、换算 里面的话不外乎就是说计算什么 这个选手赛跑每小时平均速度 每小时,一个小时的平均,就是时速 那不过这一题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他输入的时候是分钟跟秒 但是你计算的时候要是小时 OK,第一个,所以你会发现时间两个不match 所以怎么办? 你变成要把它输入的时间转换成小时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 他底下还有什么 假设一个赛跑选手在几分x分x秒 完成z公里 那你要写一个程式 然后计算选手每小时平均英里 OK,特别是英里哦 也就是说呢 他输入的时候是输入公里 但是输出的话呢是要英里 那1英里等于这个1.6公里 所以他就变成说他底下1英里等于1.6公里 那变成说你要去做一个这样的换算 所以这有点像是要叫你做两个换算 第一个换算是什么? 把那个几分几秒这个 把它换算成小时 这两个xy变成小时 OK,怎么做?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把z 这个公里要把它改成英里 所以两个地方的转换 OK,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要输出的结果要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刚刚是小准第二位 那现在第一位很简单嘛 不就是把刚刚的冒号 0.2f改成0.1f 不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他这边有这个输入输出的这个范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x跟xyz 实际上就是import的时候 可以把它转型 反正你用... 其实如果这边都整数的话 你用int写也无妨 那如果你担心的话 那你就用evo evo其实还蛮万用的 OK,那就输入什么? 他跑了3公里 3公里 花了多少时间呢? 花了10分25秒 10分25秒 3公里 3公里实际上就3000啦 3000米啦 那实际上呢 3000跑10分25秒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速度 其实还蛮快的 OK,已经相当选手级的这个速度了 OK 那当然出现的结果 他是希望得到的结果是speed 空格等于空格 等于空格 然后呢 最后把这个结果给输出 那输出的话呢 一定要取到小训练的第一位 小训练的第一位 OK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OK 其实当然我们可以直觉的想到 这里面的话呢 一定会有三个input 然后把最后的结果算出来之后 放在speed做输出就可以了 所以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先做第一件事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10分25秒先转换为这个小时 OK 那如果我要计算那个时数的话 我就把他跑的什么呢 跑的这个距离除以什么呢 除以他的小时 也就是距离除以小时 那就是时数喔 所以呢如果今天呢 假如要计算一个他的时数是几公里 而不是几mine的话 那基本上的话 我这边其实可以不需要 除以那个1.6啦 其实喔 所以这边的话 程式该如何撰写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喔 不外乎就怎么样 上面呢先产生三个input X Y Z 这个前面都做过啦 那input之后的话 外面包个evo OK 所以evo其实还蛮万用的 然后呢 把输入的结果 也就是输入10分25秒 然后他跑3000的话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喔 我们要计算出这个最后的结果 然后取到小时 所以我们先计算结果的话 也许我先产生一个变数吧 叫speed好了 当然你这个 你也可以直接在print里面 直接计算啦 不过因为这个公式比较冗长 所以我们就直接在这边 增加一个变数啊 speed 那speed的话就是什么 你的距离 距离的话z 除以 除以 除以什么呢 除以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那个 时间 那时间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要是时数喔 而不是分数 也不是秒数喔 所以呢 我们这边变成 我必须先把x 怎么样呢 变成小时 那x怎么变成小时 很简单嘛 1分钟 1小时60分钟 所以这里的话 可以把x怎么样 除以60 让他变成小时 ok 然后呢 他后面其实还有什么 秒 秒也要把它变成小时 所以再加上什么 加上秒的部分 秒怎么变小时 因为他是秒嘛 那秒要先怎么样 先变成分 那怎么变分 60秒1分钟嘛 所以先除以60 再变成什么 在这上已经变成分 那再来什么 再除以什么 除以60 所以秒比较麻烦 因为呢 这个60分钟1个小时 所以记得喔 你如果要跟z除的话 记得先把后面部分先做完之后 再把它什么 除以就是距离喔 除以它的时间 这样的话呢 得到的结果就是时速啦 ok 不过这个时速的部分的话 是几公里啦 我们先做几公里好了 最后把它print print什么呢 print 然后呢 我的这个速度 速度的话 当然它会有一个print的 这个输出结果的范例 那我们一般习惯我是 拿输出的结果这边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打在啦 因为它 我们现在是可以复制的 只是考试的时候是纸本的 没办法复制 那你就自己把它打上去 那这个地方建议喔 记得一定要注意那个 前后的空白喔 ok 因为这个 蛮多人忘了那个空白 最后结果就错喔 点format 那我们就把什么呢 把 这边还少一个 大瓜糊 因为要取到小一点第一位 冒号 点ef 取到小一点第一位 然后再把什么 把那个speed 放在format里面 让它去做格式化 ok 好 那我们就完成啦 其实当然啦 这个范例也蛮实用的 你们也可以计算一下 你自己 平常如果运动的话 假设你跑3000 跑几分钟 一般人如果跑10分钟 其实很厉害吧 10分25秒的话 10分25秒的话 那请问一下 时速是多少 然后跑3000 3000 诶 时速的话呢 17.3 这个已经快要 跟骑小孩车差不多了 所以这其实 如果你是跑步 跑这样的速度 其实是 还蛮厉害的 ok 你如果骑那个 比较小的小 那你公路车 那更快了 不过如果你要能够跑这么快的速度 17.3 是当然蛮快的 那可是你会发现喔 最后结果好像跟 那个题目要的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这边有讲到 他说输出的话 是要用平均英里速度 也就是说 你的那个距离部分 还要再怎么样 再把它除以什么 1.6 也就是说呢 你要把它转换成英里之后 再除以多少小时 就是你的时间 那得到的结果 就会是正确的那个 就是多少mine ok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样一样再输入 10 Enter 25 Enter 3公里 Enter 好看一下 10.8 所以如果你看到10.8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结果 应该是正确的啦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理论上当然 以实际上 这一题来看 我记得我大概 多年前 那时候当兵的时候 好像跑 我记得好像跑14 14分钟吧 14分 记得22秒吧 跑3000 所以如果假设是时速的话 大概就12.5 12.5 印象中我已经跑的还蛮前面的 所以如果你跑10分25秒 这个已经是相当优异了 不过当然如果mine的话 当然这个 因为在台湾比较常用的是公里 可是考试它就是 要你去把它做一个转换 那请记得这个地方 还要再多除以1.6 ok 所以第一个 先把什么 分 转换成小时 再把秒 转换成小时 两个把它相加 ok 那就是小 就是以小时计位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把那个公里 变成英里 那计算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我们要的 记得因为取到小时计位 第二位 第一位 所以呢 一样用到format者 那里面的格式 就是大瓜糊 冒号.ef 请各位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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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